蘇格蘭北部的奧克尼群島是1472年丹麥公主嫁給蘇格蘭國王的嫁妝 人口大約是兩萬多人 而這個地方曾經是英國的北海石油加工中心 近來是努力的發展海上風電綠能 不過當地是抱怨說長期被英國政府虧待 所以當局就提案希望可以回歸挪威當自治領地 或是和英國之間敢用其他替代的治理模式 蘇格蘭海岸以北10英里外的奧克尼群島 由70個島嶼組成 總人口約兩萬兩千 1970年代成為英國北海石油的加工中心 近年來更成功發展海上風電綠能 但這些貢獻沒有合理回饋在中央預算分配金額 地方抱怨長期被忽視虧待 最近渡輪的經費成為導火線 奧克尼行政首長提案托英 回歸歷史上淵源更深的挪威 奧克尼群島歷史上一直是丹麥與挪威王國的領土 一四七二年丹麥公主瑪格莉特嫁給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三世 以奧克尼群島和薛特蘭群島作為架裝的抵押品 成為蘇格蘭的一部分 但當地社會文化一直保有北歐淵源特色 還會慶祝挪威的獨立紀念日 奧克尼的議員們七月四號開始研議的這項提案 除了托英回歸挪威之外 還有其他留在英國的替代選項 包括成為像福克蘭群島這樣的英國皇家屬地 或者像丹麥法羅群島這樣的海外自治領地的模式 但實際上回歸250英里外的挪威要如何落實 奧克尼首長還不清楚 挪威外交部目前也沒有發表評論 只表示這是英國國內與憲法的問題 英國對奧克尼議題的回應也沒有提到 550多年前的架裝這件事 公日新聞是會中編譯